喵 在光過去的星期二 6月16日 一側屋主為保家園而自焚的新聞 將已經押納在條景嶺 超過半個世紀的普賢佛院 帶到各大報章上 當日佛院被政府因為要活化保育而收地 裡面的原居民住客都被迫遷 佛院現在已被叢門深鎖 人忽然失去了家園 他們的寵物又何去何從呢 四隻才三至四歲的狗 在收地的同一天被漁護處帶走了 限於本月23日前領會 四隻狗都是很無辜的 我很希望 因為現在我們能力有限 都沒有地方砌身 就是想看看有沒有一些愛狗人士 可以暫時收養到我們四隻小狗 Kitty是佛院裡面的住客之一 十年前遷入並且守護這個歷史建築 所有都是我們的心血 還跟家人前前後後收養了四隻被遺棄的狗 以及一直餵著流浪的貓 我們餵牠吃東西 跟牠直接在這裡洗澡 帶牠出來通山逛玩 牠們很開心 如果見到我們餵飯 牠們認得哪一隻都是牠們 離遠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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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 兩隻黑色狗 你就是由得它曬乾它 那它就先收了我 現在原來五十多條鯉魚、甘魚和蝦等等 正急需找領養人 而四隻健康的狗狗 亦都希望有善心人或動物機構 能夠提供暫時的照顧 讓牠們在6月23日限期前逃出樂運 你願意伸出援手嗎?